习近平的独断专行坑了中国经济 哈萨克局势突变 中共能源通道恐出变数 警察护送协调没用 封城下西安又传惨剧 真出了状况 金正恩后脑勺 金线神秘交代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读报 我是Cherry 与一年前相比 中国踏入2022年的气势明显简弱 一年前的经济复苏 已被新冠清零举措 能源短缺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抵消了 而且新增人口下降和国际关系的恶化 为经济的长期前景更加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分析指出 让观察家最为担忧的一点 则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天悲蓝策的各种独断专行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分析 去年习近平独断专行 表现在突然无理由叫停在线辅导 针对娘炮男明星的运动 对燃眉时段时序的限制 以及面向消费者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打击上 文章援引圣地亚哥加大经济学者诺顿此前的分析 中共领导层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标就是经济成长 重要性超越一切 不过城乡差距迄今依旧明显 北京到目前为止对改善穷困省份只做出少数步骤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口号 但中共缺少让财富达到重新分配的工具 只好转而清算有钱企业家 被锁定的企业主管当中 不少人宣布大手比慈善捐款 企图讨好北京 其他政策同样如此 北京打压房地产市场 某些用意是为了让人民住得起房子 结果却让房地产开发商为之大乱 影响成长 煤矿供应受到碳排放目标 加强煤矿检查以及禁止澳洲进口等措施影响 但价格上限的规定 导致许多发电厂在煤矿开销节节高升 却无法转嫁成本的情况下 黯然观察 文章写道 尽管中共缺乏自由民主国家 赖以纠正政策失误的选举和制度 但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 中共发展出独特的一套自我修正机制 包括集体决策以及领导阶层任期限制 如今任期限制被习近平打破 权力趋于集中 政策定定越来越反映习近平的个人判断 十足展现出 我说了就算 而政府其他部门或私人产业 再也没有居中协调的角色 文章最后写道 习近平当局持续高度管控手段 未来恐将出现两个层面的风险 首先是对中国自身经济活力的风险 中顶集团负责中国研究的合伙人 荣大涅指出 中共允许自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结果的承诺 正在失去公信力 中共越来越多的主张 对于所有这些正在被重新监管的行业 将在市场份额 资本获得以及控制等方面进行政治考量 其结果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第二个风险是 中共的政策制定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越来越难以预测 而且程度远超上一次一个人说了算的年代 也就是毛泽东掌权的上世纪70年代 这对全球而言同样是一个威胁 中央国家哈萨克斯坦燃料价格大幅上涨 引发民众连日示威 并演变大规模冲突 有分析指出 在中共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 哈萨克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 无疑将影响中哈关系 以及一带一路的发展 此刻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当地 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 以及这些示威会否进一步引发当地的反华情绪 自由亚洲报道 哈萨克斯坦民众连日示威 已经演变成大规模暴力冲突 在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 有示威者冲击政府设施 首都等地方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消息 有消息称 哈萨克斯坦全境互联网中断 电话通讯一大范围被切断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日回应事件称 中方认为哈萨克当前发生的事情 是该国内政 相信哈萨克当局能够妥善解决问题 早在三天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分别与哈萨克首任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以及现任总统托卡耶夫 护制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据内地媒体统计 截止2017年 中国对哈萨克累计投资已达428亿美元 成为哈萨克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 就这次哈萨克的情况来看 中共一方面担心抗议者会否趁机进行反华活动 中方在哈萨克也有很多资源投资 例如许多石油 天然气 用来发核电的钮矿 很多都是哈萨克进口给中国 另一方面 中共更担心示威会否影响在中亚地区资源链的供应 同时 长期关注新疆人权状况的塞尔克坚则指出 哈萨克阿拉木图与新疆仅相隔300多公里 对了解新疆事态起了窗户作用 但如今 哈萨克中断互联网及电话通讯 外界不但无法知道哈萨克的资讯 等同中断能够取得新疆资讯的渠道 塞尔克坚表示 到目前为止 哈萨克给中方提供最安全最保障的石油器 如果哈萨克走向民主 很可能要中断给中国提供的石油器和天然气管道 据最新报道 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请求 俄罗斯和其他几个独联体国家 向哈萨克斯坦派兵企图稳定当地局势 但这一举动引起争议 批评人士担心这个中亚国家的主权会因此受损 还有报道说 哈萨克斯坦已经开始禁止外国人入境 西安封城迄今防疫乱象不断 一名怀胎8月孕妇日前遭到医院拒诊而流产后 又一名孕妇5日发文指控 她上月29日在警察护送协调下 依然接连遭到医院的拒收 最后为时已晚 失去了孩子 消息说 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刘顺志 6日刚刚被上一次的怀胎8月孕妇 遭医院拒诊而流产事件公开鞠躬道歉 多名有关官员与医院人员称已遭到惩处 中央社6日报道援引陆媒上游新闻消息 西安网友A游余晴天 5日在微博发文称 上月29日因为多家医院拒绝接诊 导致流产 目前已经做完轻功手术 据她叙述 当天早上10时左右 怀有身孕的她发现自己健红 丈夫马上拨打120 但却无法接通 随后社区联系到碑林区公安民警 将她送到陕西省人民医院 但医院表示由于他们属于封控区 所以不接诊 建议他们到能康医院 而到了能康医院 他们得到的回复同样是不接诊 警察一直现场协调 但没有任何办法 之后这名女网友的丈夫 拨打了多家公立医院的电话 得到的回复都是无法接诊 警察也帮忙打电话联系 但一直没有下文 几个小时后 警方找到能康医院院长协调 依然无果 无奈警察只好建议先把他们送回小区 等联系好医院再来接他们入院 直到当天下午30左右 警方终于联系到新长安妇产科医院 但抵达医院已经晚了 孩子没了 中央社报道指出 西安封城迄今 防疫乱象不断 一名怀胎8月孕妇 一日因为核酸证明过期4小时 一度被高薪医院拒入超过2小时 她在医院外等候时大出血 才获院方接诊 最后不幸流产 当事人家属事后公开指控 随后引发极大迷奔 朝鲜上月17日 在首都平长举行 金正日逝世10周年的悼念会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身时 满脸眷容 脸垮肉垂 看起来老了十几岁 有专家忧信 金正恩未来可能脑中风 如今朝鲜官媒播出的新闻画面中 又被眼尖的韩国媒体发现 金正恩后脑勺上贴着巴掌大小的神秘胶带 还有贴过膏药的痕迹 质疑金正恩健康可能真的出问题了 据朝鲜日报报道 2021年12月30日 朝鲜官媒报道称 金正恩于当月24日至27日 主持了史上首次全军指挥官 政治干部培训 坐在主席台上的金正恩 后脑勺上贴着巴掌大小的膏药 上周主持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时 被拍到后脑勺上贴过 医用交代后接下的痕迹 报道中说 在五日播出的新闻画面中 金正恩一边坐下一边转头时 可以明显看到后脑勺上 留有贴过胶带后接下的 方形白色痕迹 一位医学专家表示 可能是将头发剃掉露出皮肤 然后贴了贴片或医用胶带留下的痕迹 也就是说 可能是在摘除肿块或脂肪流后 贴过保护皮肤的医疗胶带 去年7月 金正恩也曾后脑勺贴着胶带 出现在公开场合 专家分析 金正恩的身体健康状况 长期以来 与朝鲜内部局势变化有关 一旦金正恩的健康状况 开始令人疑虑 恐怕会直接牵动 内部权力局势变化 两韩关系 朝鲜半岛问题等 华盛顿朝鲜问题专家 高斯曾警告 今是一家有心血管等慢性疾病史 包括金正恩祖父金日成 死于心肌梗塞 父亲金正日脑中风 三年后心肌梗塞死亡 因此未来金正恩 也恐怕像父亲一样会脑中风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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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